辣个男人会再度被国民党来征召出战吗 这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表态 他说呢未来自己会扮演啦啦队的角色 而且还说呢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那一页 已经翻过去了 不过还是持续被不少来营人士认为 对于韩国瑜的下一步 其实还是可以静观其变的 韩国瑜也特别在21号 是在脸书上跟大家拜年 他也透露自己兔年的愿望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韩国瑜 在这里特别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健康 展望2022年 事实上很多人心里面过的是忧虑的 担心的甚至是不安的 我们期待虎年离开 兔年到来 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 平平安安 各位好朋友 让我们一起手连着手心连着心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社会 为我们人民 共同努力 共同营造更美好的未来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这总统蔡英文 她在脸书晒出了自己的年夜饭 但是呢 立刻被外界抓包 您可以看到 这个是法式的摆盘 蛮精致的 因此网友立刻开酸了 这是不是敬惠地的年夜饭呢 而且菜色当中 来看到这一颗 是港点 黑金流沙包 蓝银立刻开酸 显然蔡英文对黑金念念不忘 蔡总统一边喊着要终结黑金 但是一边却把黑金吞下肚 大年初一 蔡英文到保安宫发福袋 总统笑得特别开心 或许是前一天的年夜饭 吃得很满足 蔡英文跟上潮流 在脸书晒年夜饭 鱼 蜜字 番茄 乌鱼子 海蛇皮通通有 而且摆盘超精致 颇有总统喜爱的法式风格 但右下角这颗黑黑的是什么 掀起热议 有网友解答是港点 黑金流沙包 更让大家惊讶 蔡英文居然把黑金吞进肚 确实蔡英文喊着要终结黑金 大家言犹在耳 结果年夜饭还有黑金入菜 仔细看看蔡英文的年夜饭 有着法式风格摆盘飘出浓浓高档味 再看看新北市长侯友余的年夜饭 象征元宝的水饺 萝卜糕还有乌鱼子入菜 正是道地的家常年味 侯友余还亲自下厨 让网友大酸蔡英文 要大家来看看敬惠地的年夜饭 还说鹅黄菜色果然跟寻常百姓不同 真的很高端 更有网友痛批 你吃法国餐 我吃路边摊 我每年吃的连菜 大概都是我们家人做的 或是在菜市场买一些连菜 我们就把它过瑜做 饮食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按照传统的习食 蔡英文爱哄不知民间疾苦 也难怪她的爱猫蔡想想 会眼神死的看着自己的主人 借过向林陈佑台北报道 好 聊天室当中来感谢一下 吴冠军对我们的斗内 他特别留言提到了 跟我说新年好 也特别跟我说辛苦了 好 谢谢你吴冠军 另外呢 我有看到这个 有网友在说 是不是这个厨师 把时事议题搬上桌了呢 还有网友提到说 这个厨师很可能要被开除了 另外这节新闻呢 持续有看到泽地翠 还有Bob Chen天地不容 另外还有看到了这个 Haka还有陈贤庆都加入 我们这一集的新闻行列 记得帮我按赞哦 另外来看到的是 在大年初一哦 这一天我们来关心的是 前副总统陈建仁呢 其实在脸书透露年前的行程 他特别还提到宽恕的四个步骤 希望大家都能够相互的宽恕 另外呢 苏贞昌原本年节期间没有行程 不过成绩多日 现身机关署发红包 好 他说呢 在总统任命新的院长之前 都会持续的坚守纲位 另外大年初一 朱立伦到了北北桃去参乡半年 但是呢 被大家发现到说 他到了新北市的时候 侯友宜没有陪同 好 不过对此侯友宜表示 大家都是希望祈福来年 能够国泰民安 还要来关心的是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春节期间全台跑透透 大年初五会到台南去参拜八间庙宇 指导副总统赖清德的大本营 也被解读是二零二四总统大选超前部署 我爸爸是比较不爱讲话 我妈妈是每天 我打水过 我还好啦 本来家人在一起就是这样聊天 指寻那个何回程序 这应该问总统 什么是问的 尽数决定 因为这样减少空窗期 一定要赶快决定 其实今年过年 基督官党党党充ンド特別要安排台南 你直接安排序宇是不是超前部署 这个就叫真是挑一礦 muk 你就知啊 每个人就可以来幸福拜ں 好了 可是兄弟 可能你大概占国待出 那 sinful 现在会不会进入里 heart什么同学 哎这个这个等一个月后再问 2024的总统大选 其实各个阵营到底会推派谁出吗 现在是备受关注 我们来看到根据日前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 侯友宜跟赖清德 其实两个人互有领先呈现焦灼 但是呢国民党青年部前主任陈冠安认为 这两份民调的共通点 那么就是柯文哲赢不了了 但是他能够拿到大约两成左右的选票 好如果柯文哲不选的话 就可以发现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世代 大部分会转而支持侯友宜 但是呢由于距离2024大选还有一年 这些分析其实也只是对开局盘的看法而已 季九和一大选之后 新政院长苏贞昌已经再度请辞了 好对此前立委沈富雄日前说 为赖清德着想 其实应该由林嘉隆当格魁比较好 立刻引发大家的讨论了 台北市议员游淑会强调 林嘉隆就连当台中市长跟交通部长都过不了关 突然说要给他当百官之长的格魁 这听起来好可怕 沈大老说林嘉隆没瑕疵 他重点不是你有没有瑕疵 林嘉隆就算没瑕疵他也没能力 一个市长连连任的考验都没有办法 长有执政权 然后连任都没有通过 大家去看台湾选举史上 非常少第一任当完没有办法选上第二任的 所以如果说他连他自己当市长的那个城市 只是一个事而已 他都做不好 然后你现在突然说 那个是给你太小的位置 我给你大一点的位置 你肯定做得好 大家会相信吗 那我不知道说所谓没有瑕疵 现在以我们对民进党的标准来看 没有瑕疵就是论文没有抄袭 就叫做没有瑕疵吗 就这样吗 不作弊不是最基本的道德吗 这个标准降得很低 我们当行政院长要有能力好不好 你起码要被你的选拟 你既然是从立委到市长上一路 你起码要被选民所肯定所检验 而且他不是没有当过行政官职 他当市长台中市长的时候 被台中市民给放弃了跟淘汰了 他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也出了那么大的交通事故 所以也等于是被这个工作给淘汰了 市政做不好交通做不好 突然说我给你全国的这个行政的百官之手 我真的觉得好可怕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